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几个朋友在私房菜聚会 我龙国昊可就坐等着 你这一哥使我们的骨质翻翻了 谢谢龙总的支持 来来来 我前两天喝多了胃不太舒服 以水带酒 敬龙总 来 干杯 你别见怪啊 这都是我的盒子伙伴 大家一起坐 一起聊聊 好 来来来来 来来 咱喝一个 来 大概是凌晨四点钟左右 我自己先开车回去了 大概凌晨五点钟 我还没有睡着 我就想出去兜风 就开车出去了 没想到出了车祸啊 然后就在现场 等候警察来处理 那 发生车祸时 你记得你的驾驶时速是多少吗 我就是正常行驶 我没注意 那交警到到现场后 对你进行酒精测试了吗 结果是多少 有 但我没看到结果 你的这辆奔驰SUV 够置于什么时间 今年上半年吧 大概 几个月以前 那你有取得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动车驾驶证吗 没有 下面是被告人丁莉莉 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报告 请法庭传证人到庭 被告人当天在现场 进行了血样抽取 抽取检测结果显示为 每一百毫升血液 含一百八十三点四毫克酒精 属于醉酒驾驶 辩护人是否有意见 有 辩护人有很大的意见 请法庭主意 按照规定 血样三日内送检 且三日内出具鉴定报告 本次事故发生当日是 九月十一号 而公诉人提交的这份 血液提取登记表上 日息栏填写的却是 十七号 相差整整六天 辩护人对这份血样的真实性存疑 行 辩护人再提醒审判长注意 请仔细看消毒液名称一览 本栏中明确著名是 康碧利消毒液 该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乙醇 含百分之七十五的酒精 检测血液酒精含量 依照严格规定 是不应用酒精类药品 对皮肤进行消毒 因其很有可能污染抽取血样 因此 依照该血样做出的鉴定结论 不应作为定案证据 其三 在这份血液提取登记表上 明确著名抽取一号血样五毫升 和二号血样六毫升 而在这份血液酒精鉴定意见上 著名的是提取一号血样六毫升 荣量有出入吗 辩护人有理由相信 该血样存在变质 调换 污染等人为因素的风险 应当予以排除